火力军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导弹不能替代火炮 当然价格什么的火力军也都知道 但是如果深层次分析 从技术上讨论的话 导弹与火炮并不能说替代 应该说二者能成为一家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在讨论一切之前 咱们先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导弹 什么又是炮弹呢 从朴素的观点来看 炮弹一般是使用火药燃气动力 在炮管内加速 飞向目标的动能射弹 在这个飞行过程中 由于炮弹本身不具备动力 所以在空气阻力的影响下 弹丸会不断减速 其末速度要显著比出速度更低 而导弹一般是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 在火箭发动机燃料燃烧完之前 导弹将一直在空气中加速 到其设计的最大速度 同时由于导弹一定安装有外置 或者内置的导引系统 所以导弹相较于炮弹 在飞行过程中较为灵活 对机动目标的命中率也相对较高 炮弹的好处在于 由于是发射要在炮弹内 力大专飞推动炮弹出弹 所以一般的动能穿甲弹药 其出速比常规的导弹快得多 以德军的DM-53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为例 其出速约为1750公尺每秒 而德军使用的HOT-3 重型反坦克导弹 其最高速度也不过240公尺每秒 在面对1000公尺左右的目标时 炮弹可以做到炮响极重 而导弹却需要飞行一段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敌人很容易根据导弹发射时的 声 光 烟等特征定位发射阵地 在导弹砸头上之前 就反杀导弹的操作员 从而逃出升天 而导弹的好处在于 由于导弹具有制导系统 不管是射后不理 还是人在回路 导弹都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 不断修正自己和目标的相对位置 最终精准的命中目标 这一点在一公里外 尤其是远超坦克炮有效射程的三公里外 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由于现代的滑塘炮和穿甲弹 即使制造的再精密 也不可避免的拥有精度误差 再加上风向 风力 湿度 温度等一系列的影响 在一到两公里内还算准的穿甲弹 到了更远的地方 就会飞得到处都是 虽然火控系统会自动计算误差 但是炮弹的自散步 火控系统却无法有效控制 所以对于炮弹有效距离外的目标 它只能干瞪眼 打不中就是打不中 即使瞄准了 也不一定能打得中 所以在基础的理想状态下的战场中 以单一用途的反装甲来论证 炮弹一般是用来打击距离较近的目标 而导弹一般是用来打击距离稍远的目标 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更多的单兵导弹开始出现在火炮射程内的目标 步兵也可以用便携式单兵反坦克导弹 予以消灭 比如FGM-77龙或者FGM-148标枪等导弹 都是这个情况下的佼佼者 同时用来发射炮弹的火炮 也同样可以称为导弹发射器 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军的M551谢里登轻型坦克 就使用着一门152毫米口径的M81两用炮 这门炮既可以发射常规的炮弹 也可以发射MGM-51橡树棍炮射反坦克导弹 无独有偶 苏联也将炮射导弹 是为延长坦克接战距离的一种直接手段 他们也为自己的滑塘炮 设计了诸如9M112眼镜蛇 和9M119M反射在内的多种炮射导弹 所以在21世纪导弹和火炮已经逐渐出现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趋势 而似乎可以使用其中一方来完全代替另外一方的设想 也在科技的进步下逐渐变得可行 了吗 虽然乍一看 使用导弹或者炮弹的一方完全替代另一方的设想 是可以在科技的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但是如果各位仔细论正果 就会发现这毫无疑问的是天方夜谭 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不信 那么咱们就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反装甲方面 虽然俄乌战场上 双方都使用反坦克导弹达成了不少战果 但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 这是建立在双方都缺少足够的重型爆炸反应装甲 和主动防御系统的基础上 对于飞行速度较慢的反坦克导弹而言 现在主流的主动防御系统基本上可以无伤拦截 而又由于反坦克导弹的飞行速度原因 导致其无法安装动能穿甲弹头 只能使用化学能破甲弹头作为其主力反装甲手段 所以对于现代坦克的复合装甲 以及越来越普及的爆炸反应装甲来说 在反装甲这一领域 导弹是逐渐示威的 虽然在军事射击领域 也曾经尝试过动能穿甲导弹 并最终设计出了诸如Lostar这种成熟的系统 但是对比可以让单兵携带的各种破甲导弹 这种穿甲导弹重达80公斤的全弹重 则必须由载具携带 宏观层面上来看 放弃单兵携带而换取导弹 从低速破甲转换成高速穿甲的特性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会在反装甲这个领域上 拿现在大方异彩的标枪导弹举例子 从而说明导弹是可以完全替代炮弹的 但实际上防御标枪导弹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在奔方法方面 俄军已经为我们展示了 在坦克炮台顶部焊接一个铁栅来 就可以有效防御高弹道的标枪的弓顶打击 而聪明的方法也不是没有 标枪的红外引导头工作范围 约为8到14微米 而其引导头保护罩 将其限制为了8到12微米 所以任何在这个工作范围内 可以显著起效的烟雾弹 都可以屏蔽标枪的有效引导 比如苏联Stara1系统所配备的3D17烟雾弹 就可以阻挡0.4到14微米范围内的光线 从而是标枪的引导失效 但是这种化学热烟雾的最主要问题 是持续时间短 以3D17为例 它的保护将在大约10秒后 因为物理规律而消失 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是气溶胶烟雾弹 它通过爆炸手段 向指定的方向上 抛洒肚铝的硅酸岩球体 它可以持续5到7分钟 并且可以有效阻挡 在可见光和红外光范围内95%的光 是对抗标枪所采用的 红外橙枪制导的必杀技 除此之外 特殊的气溶胶烟雾弹和标枪之外 其他导弹的导引头 也可以被各种形式的手段 进行针对性干扰 比如使用红外侧脚仪 加线缆导引的TOW式导弹 就可以被窗帘1ANVLQ6 或者AIREL有效干扰 而使用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 也会被现代坦克上 无处不在的激光告警系统发现 而当我们把目光放远 在冷战时期 使用导弹替代炮弹 则会有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比如冷战时期 英军使用的 FA-438悬火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它的悬火导弹的发射管 是斜向上发射的 虽然这一设计意图 在苏联较大的装甲威胁下 采用反斜面发射的方法 来提高发射车的生存率 但问题在于 斜向上发射的导弹 具有较大的前向射击盲区 当低装甲目标和发射车 脸贴脸的时候 能让FA-438成员们攻击敌人的 也就只有车上安装的 一挺7.62毫米L7GPMG 除了这种定向发射管的盲区之外 另外一些可以全向发射的反坦克导弹 其射击盲区也并不算低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谢里登所配备的 像树棍反坦克导弹 它在800英尺下 并不能接入控制 直到导弹飞出这个距离 瞄准系统才能起效 而苏联的导弹坦克 例如搭载了3M7龙的IT-1 和9M17台风的297工程 都拥有300公尺的射击盲区 这也是导致二者 没有后续衍生产品的最直接原因 所以有些时候 导弹真的没有炮弹好用 简单粗暴的动能铁棒 往往可以以力破巧解决你的大部分烦恼 在科技的发展中 炮弹也没有固步自封 实际上随着制导设备的成熟 炮弹和导弹之间的间隔 在逐渐模糊 炮弹也逐渐向着导弹的方向靠拢 比如在远程火力支援中 为了可以让炮弹更精准的命中目标 减少一次火力任务中的射弹数 同时也减少火炮阵地的暴露时间 美军就开发了激光制导的M712铜斑蛇 和GPS制导的M982神剑 二者虽然没有动力 但是都可以在制导系统的引导下 像导弹一样准确的命中 30到50发普通高爆弹 才能击毁的点状目标 除此之外 最新批次的神剑S 更是采用了GPS加激光制导的复合制导模式 当弹药出弹后 前半段弹道 神剑S将会是一发普通的155毫米炮弹 在抵达弹药飞行最高点时 GPS制导系统将会启动 将炮弹送往指定目标区域 而当神剑S飞行到目标距离 近有3到5公里时 它就会启动激光制导模块 捕获目标区域内的激光束 从而和导弹一样精准命中目标 当然 想要让炮弹带上动力 也是一件已经被解决的事情 实际上这并不是很困难 由发射药加火箭发动机 双重推进的炮弹 一般被称为火箭增程弹 即RAP 它的火箭发动机和炮弹弹丸 一般是一体制造的 在它发射时 发射药先将这种一体弹丸 推出炮管 然后火箭发动机再次点火 给炮弹一个持续的加速度 勇于增加射程 人类使用火箭增程弹药的历史并不短 实际上在二战时期 克鲁伯的283毫米K5铁道炮 就曾经实验过火箭增程弹药 而现在比较先进的火箭增程弹药 比如美国海军 为祝姆沃尔特开发的 远程对地攻击弹药LRLAP 其最大100海里的射程 一些报告表述为83海里或者74海里 而这个射程已经超越了美国陆军上一代 地对地战术导弹 即MGM-52长矛 和现在美国陆军现在使用的最大射程 为300公里的MGM-140比起来 LRLAP虽然射程略近 但是使用成本更低 所以说当一枚炮弹安装了火箭发动机和制导系统之后 它和导弹的界限就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这也可以视为导弹和炮弹在科技的主导下 进行互相融合的大方向正在到来 对于导弹和炮弹怎样更有效融合的问题 电磁炮早已经给出了一份能够让各方都满意的答卷 这是因为电磁炮发射时的物理特性所决定的 在电磁炮发射时 弹药在炮管内做稳定的匀速加速运动 虽然出塘速度快 但是顺时加速度反而比较小 所以对糖内弹药造成的过载也小 但就这一点 电磁炮抛射导弹比传统发射药炮射导弹的技术门槛就相对较低 所以火力军认为 对于电磁炮射弹的应用 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开发方向 第一个开发方向是纯动能碰撞 这主要是由电磁炮的高炮口出速而决定的 在美国海军的水面电磁炮试验中 电磁炮可以将重达23磅的弹丸加速到7马赫 使其拥有32兆焦耳的能量 除此之外 在一些有着实际弹药打靶的研究成果中 电磁炮可以做到将20公斤的动能弹丸加速到3000公尺每秒 在拥有360公里的极限射程的同时 也可以在100公里外击穿8厘米的钢板 这样的动能射弹就和切黄油的热刀一样 现在任何一种坦克的正面装甲都无法与之有效对抗 当这种规格的弹药命中坦克正面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将不是击穿而是撕碎 当然像这种纯动能碰撞 它依然和火药火炮的表现差距不大 因为这种动能射弹依然是在塘内做工 弹丸依然会在空气中减速 就和网友们经常调侃的人类的发电无非就是换个方式烧开水一样 如果使用纯动能弹丸的电磁炮 也就是另外一种的火药火炮罢了 所以对于如何高效利用电磁炮的对设备友好性能 就是发掘电磁炮性能的关键 在之前我们讨论过导弹和炮弹之间两个关键问题的动力问题 所以对于电磁炮弹丸来说 使用类似于Rimjet 155之流的冲压发动机增程炮弹技术是完全可行的 这也就是通过利用电磁炮的特性将导弹和炮弹融合的第二部分 通过将射弹和冲压发动机刚性连接的方式 让二者成为一个整体 在炮弹出弹之后 冲压发动机开始工作 维持炮弹的出弹速度 这样就可以让其最佳穿透深度的距离继续延长 而且在这个阶段中 弹丸也可以从单纯的实心弹丸变成带有装药的弹丸 这样在电磁炮的高出速和冲压发动机的双重作用下 炮弹就能将射程翻一倍 达到约600千米左右 变身为廉价的地对地导弹 虽然装药不一定有地对地导弹大 但是盛在射程远 廉价 火力足 并且一次性发射数量多 这将是颠覆现代战场的一种武器 拿现实例子举例就是 它可以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对莫斯科进行火力覆盖 即使俄军的拦截弹再先进 成千上万发大口径电磁炮冲压高爆弹 将完全毒死火控雷达的通道 达到超饱和攻击的效果 而第三个部分也就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将发动机和制导系统 这两个导弹最特色的部件和炮弹相结合 再加上电磁炮的特性 让炮弹的导弹完全合而为一 在这个阶段中 最主要的技术难点在于 由于电磁炮在内 电磁场的存在 在发射阶段 会对弹丸内的电磁设备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不过随着半导体科技的进步 这个问题正在一步步被解决 在2017年 通用原子电磁系统分公司测试其闪电电磁炮样炮时 就使用炮口动能为三兆焦的射弹 测试了自主开发的 用于电磁炮炮弹的制导 导航和控制软件 除此之外 一些成熟的高速射弹控制系统 也可以被借鉴 比如美国陆军曾经开发的 LOSTA动能穿甲导弹 就可以以5马赫的速度 命中5公里以上的移动目标 这种解决方案 完全可以重新用于电磁炮 等到材料学允许电磁炮内射弹 安装引导头时 同时拥有动力和引导部件的电磁炮炮弹 就完全消除了和导弹的区别 火力军认为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在大气层内 甚至在大气层外的战斗 将会完全的实现炮弹和导弹的融合 可以自我制导的智能电磁炮武器系统 将会占满反装甲 反舰 防空 反人员 反航天器等领域 从而实现一个 不分导弹和炮弹的全新战斗形态 而就现在的科技来看 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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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